姚女士一家住在宁波延州区 儿子上小学二年级 经常和朋友骑自行车去附近的商场玩 问题呢 没有 姚女士介绍 这辆24寸的自行车牌子是喜德胜 上个月刚在店里调试过链条等 当时掉落的是车子前轮 轮胎直接就飞出去 还好速度慢 如果说速度快 那小朋友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想都想不到的 就是路边的共享单车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那小朋友肯定有阴影的 直接轮胎飞出去 我希望他给我退掉 你这个车买来花多少钱 1999 找到四名中路上这家喜德胜自行车店 林店长解释 为了拆卸运输方便 车轮用的是快拆设计 松开一侧的手柄之后 车轮就能卸下来 当时车轮掉落可能是扳手松了 人家拆他的 这肯定性非常大 就是我们的犯罪 对啊 人家为什么都是小朋友玩的 什么叫嫉妒心 什么气质都有自行车 这肯定是人为 在带他车子的 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带外面 有些会被刮花呢 是因为你没车我没有车 林店长觉得车轮的快拆 不一定是当天被松开的 他现场演示了一下 搬一下快拆手柄之后 车子依然能够正常骑行 在小区里面就是说 他有没有停在楼下 我一定存在家里头 就是说他有没有在小区里骑过 有没有停在楼下 吃饭了会一起滑的时候 这肯定性也有的 按照妈妈理解的话 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 这个螺丝滑四来 这个弹簧掉来 但是绝对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毕竟这是小朋友骑的自行车 小朋友他不可能说骑几天 我要去调试一下 林店长表示 按目前这个情况没法退车 他建议骑车前要确认快拆部位 锁紧再上路 姚女士后来反馈 经过协商店家愿意退款 1818黄剑记者宁波报道